師傅還記得上一集我們在山中小屋嗎 對 超辛苦 在山上生活大不易啦 就是還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克服的 沒錯 今天我們就來到這個 山中大屋 這應該快別墅了吧 山中V啦 今天我們剛好有一個任務啦 就是要幫他換熱水器 不過在這個之前 我覺得剛好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大家來看一下 這一間山中小屋的屋主喔 竟然自己DIY做太陽能板建築 我拿到這個文案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太厲害了 不過可以理解 因為我們看我們現在身後的這個環境 風和日立三明水秀 還可以聽到聰明鳥叫以及 對 這個山間的健骨 這邊蠶蠶的溪水聲 師傅我學蠶還可以嗎 欸 看起來是蠶在教會 最主要是跟大家講啦 就是說我們在這種地方很好的一個環境 但是呢在這山上 還是會有一些問題是需要克服的 譬如說在山上特別容易缺點 因為山上容易下雨 尤其颱風的時候 這個電線桿還是突然被什麼東西擊落 還是突然一個短接 電筒就爆掉 常常在山上大家都知道 有可能一土爬過去就拚掉了 停電聲有會嗎 真的真的 沒有說真的啦 在山中一停電可能就一個月半個月 對 所以在山裡面 常常會缺電這件事情是蠻困擾的 屋主他就自己去想到這件事情 如果搞一套太陽能發電系統 萬一發生沒有電的情況的時候 我可以自己自主 這ID的真的不錯 師傅我們可以看到它上面那個屋簷那邊啊 他就弄了太陽能板 我剛剛算一下總共12片 12片那我們跟屋主稍微聊了一下 一片400瓦做兩回路 總共 對不起算數不太好 4800瓦 可是它就有點不一樣喔 上次你還記得我們跟陽光福特加合作 對對對 它是做那個所謂病網型 對 它這兩者之間有個很大的差別 跟大家說明一下 上次我們看到這個陽光福特加 在這個屋頂有沒有 這個墊最後是賣回去給我們的台電端 那今天這一組的話我們今天不賣給台電 我們自己來用 這個叫做離網型 師傅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儲能設備 好吧好吧 我們就直接來去看它一下 它後面的電控設備它大概怎麼做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我們的電控系統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它的電池 48V然後一顆是9.6千瓦 它就有兩顆 所以接近10度電啊 你可以大概就這樣子想 然後呢 這顆就是逆變器 欸師傅它為什麼聲音那麼大 我在台上它應該就是因為現在剛好太陽就出來 因為它這個山上是有時候十二多雲 十二太陽很大 我們就發現它就會有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當它發電量很大之後 它就自動去批貝可能會進去運作了 對它就一直不斷在充電 好因為它這個地方還有這些面板 我們可以看得到它就很好玩 它這個地方就是說它現在的這個太陽能 總共的發電量 進來到這個逆變器的系統 然後一部分是給這個我們的電池做出能 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給我們住家做這個一般的用電的做使用 所以它這一台的能力大概就是10K瓦 然後它是出雙電壓的 它這是用220跟110它都有辦法出的 然後旁邊就是它的電控系統 等於就是說它這邊做了一個總閘 它可以透過手動跟自動 自動的話就是在這個地方做切換 就是說 當台電斷電的時候 它是可以從這個地方 自動切換成用電池來供電 或者是你要用手動來做切換 都可以 那它現在所供電的系統完全是靠太陽能發電 以及這兩個電池做這個房子的所有的供電 師傅你覺得這個整套系統很棒嗎 就很理想啊很棒啊 我覺得不錯嗎 這身上這個自給自足 我覺得非常需要 那我再提醒你一件事情 我們的還躺在倉庫裡面 哦真的吼 好啦師傅我覺得我們這一塊講太多了 我們今天是來裝熱水器的 對對對這個要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那屋主他們原本使用的這個是一般的這個電熱水器 那它現在有意把這個升級 升級成為一個熱泵的電熱水器 那熱泵當然就是會比較接能嘛 最主要也要符合他們的需求 因為他們家中大概有四五個成員 然後兩間浴室 如果萬一客人來的時候 還可以一起洗個熱水澡 我覺得還不錯 那同時啦同時啦 同時啦同時兩間啦 所以這要注意一下 也是一起啦 所以他們今天要安裝的是 L-Smith HPDU80 美國原裝進口的哦 它裡面也有金龜塗層內膽 可以有效率的高效能防腐抗購 而且大大的增加我們內膽的使用壽命 有四種加熱模式 美國能源指標認證 UEF達到3.45 UEF呢是根據美國聯邦法規概述的能源部測試方法 衡量我們熱水器整體效率的最新指標 與COP的概念是一樣的 能量係數越高效率越高 喜歡嗎 裝起來GO 一台一個人獨立作業就完成了 年輕真好 你們如果萬一弄到一半斷牙怎麼辦 打電話叫師傅 想辦法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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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要 這麼深哦 累了累了累了 鑽罩的部分大概就是20公分啦 20公分你再加西亞給 再加上這些磁磚的厚度大概就23 偶爾都會遇到這種狀況 那正常情況下應該是怎樣 它這個中間穿越的部分啊 它的那個水泥的灰填 要把它填實 把它包好 讓它的管子不會跟著脆弱 小樓 忍衍 同樣的海裡 redes形 施進去 �水 折派 小樓 折派 潤裂 天 發 把它 這裡 我現在有發現60赫茲有沒有 其實很多電器就像從別的國家買進來 有時候這電壓跟這個赫茲是不一樣的 有的是50赫茲 其實在台灣你還是得用到60 不然的話 50赫茲機器 然後用60赫茲的電 就是超頻的 壽命上面就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放到什麼東西 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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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放到 兩倍 倒是 對 Rise 上 現在大家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我又回到棚內了 我跟你講我們當初拍三中小屋的時候 我們原本是要去發揮我們水電涼涼看的精神 剛好這個角度這樣看過去 它上面就是用青鋼架 通常如果你要搭配吊扇的時候 我們都建議 業內人士有沒有 水電人員 我們看到這個我就會覺得這個不錯 因為你看 這個一定是山區 師傅你看它下面超厲害的 自己種菜 但是我們又發現了一個更有趣的東西 我們安裝完之後的兩天 屋主把它使用電的情況 所以它的APP圖下載下來了 好啦我們也一起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上面 這個橫軸是我們的時間軸 縱軸是我們的電量 紅色的曲線代表電池有在充電的時候的曲線 黃色就是代表屋主有在用電有負載的一個曲線 當我們鎖定這個時間軸 我們先從紅色這條線來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開始充電的時間點是在早上7點 一路來到下午的6點的時候 它就開始停止了 說明的是什麼 這段期間是有效發電的時間 可是充到接近11點的時候 突然咻掉下來 這什麼意思 電池充爆了 然後你的太陽能就永遠無事 電即便有在發 它也沒有讓它進去電池的 所以很可惜 這後面的東西是顯示的 所以你會發現 從11點到6點的時候 紅色的曲線跟黃色的曲線 重疊率極高 比如說前面用一下 後面馬上再補個電補起來 你喝我一碗水 我立刻就透過太陽能 從電池再補回去一碗水 師傅我覺得最有趣的 是把綠色這條線畫上去之後 你知道那代表什麼意思嗎 我知道 我要幫大家做個說明一下 這個綠色的線就是說 從早上7點到下午6點的時候 這一段期間 因為有太陽光 所以它會產生動作的一個曲線 但是從7點到11點的時候 電池就立刻就爆了 那後面這段時間 你沒有把它運用有點可惜 所以這中間 我們還有什麼作為是可以來努力的 比如說電熱水器 如果我們讓它加熱的時間 透過計時器 把這桶熱水 挪到這個綠色的曲線當中 它就可以在太陽 還能夠發電產電的情況底下 把這桶熱水加滿加熱的左右 那我覺得就是把一些高耗能的 用電習慣移到白天之後啊 晚上電池是充飽電的情況下 你可以去做其他的運用 我跟你講蓋後棉被 把冷氣調到最低 就是水 師傅回過頭來講 這是其實我第一次看到熱水 去結合太陽能儲能這種系統 那以你的專業這種東西 有要注意什麼嗎 第一個 我們都知道電熱水器在加熱的時候 如果我們這種傳統的加熱的方式 是不是它的耗的電流量會比較大 耗的能源也比較高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特別注意 你的瞬間電流會不會太大 因為你瞬間的充放 可能會對電池造成一些傷害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我們它今天打造的這個是 所謂叫做一個 太陽能的儲能系統 太陽能發電以後 它終究要透過這個所謂的 逆變器 然後再進行這個儲能 或是變壓的動作 那這個變壓輸出的時候 特別要留意一下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選購逆變器的時候 是會提供雙電壓的 還是說它是只能提供220的 這個要特別留意 如果說你只能提供220 你把它接到你的電燈裡面 電燈又不是LED全體那樣 一開下去兩瓶幫你 師傅我想問一下 你整集這樣看完 最大的感想是什麼 我最大的感想 我覺得就是 想買多一點的電池 師傅你還記得我們之前做 陽光伏特甲嗎 大家其實對那個太陽能板 都有一些疑慮啦 可是我們剛好這次有一個機會 我還不太確定能不能合作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說 台灣怎麼處理這個太陽能廢棄物的 那我現在就是希望有這個機會 可以去帶大家了解 那也希望說 把正確的知識跟大家說 最後我們再幫大家補充一個資訊 L-Smith熱泵熱水器 在全台的展示中心 好斯多Raw Show 線上購物都可以購買的到 L-Smith也提供熱水器團購平台 讓新建案的屋主 可以揪團購買哦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宅水店的內容 那如果對於這個太陽能板 加熱泵熱水器有其他的疑問 或者是你有新的想法 都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沒錯 好記得 每週晚上進去整隻收看 YouTube的整隻 看到有個地方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那個地方 這是一個吊扇 剛好這個角度這樣看過去 它上面就是用青鋼架 通常如果你要搭配吊扇的時候 我們都建議啦 盡量不要用中空板 你可以用隔音板 隔音板比較重 不然的話那個風速一轉馬力比較強 那個情況下的葉片會要 啵啵啵啵啵啵很吵 會很無解 業內人士有沒有水電人員 我們看到這個就會覺得這個不錯 因為你看這個已經是山區 牆壁的含水率都比較高 開關箱裡面如果是用烤漆粉體的 或鐵早就爛光了 你看它不鏽鋼的 就是代表當初在蓋房子的時候 這個水電師傅有概念 可是它回路也不多耶 山上的房子來講這個算很多啦 剩幾圈 這個平數來講 這個我們這樣目測25左右 很可以耶 這個配電箱不錯 你看這個屋頂啊 像一般我們在看呢 比如說它搭鐵 比如旁邊建築物旁邊有樹 那樹葉落啊 上面如果潮濕常常會噴水 屋頂會穿孔 所以有時候一般我們還會建議 就說啊做這些替檔喔 能的話你做不鏽鋼的比較好 還比較用啦 師傅它像它上面這個電燈的線啊 嗯 這有沒有危險 我看一下 這個喔 最好是套一下管的啦 那可能很明顯它有曾經改結果 啊線路有比較短 套管一下是比較好比較安全的 客公主 大胖 這感覺又有年紀囉 這個也是全戶籍囉 在山上颱風來 紅胎來 水之不穩的時候 你有一個像上次那個黑科技的 整間這樣讚 師傅你看它下面超厲害的 對啊 自己種菜 然後還有自己種這個水果 這種好像也有那種專門做那種 小農的那種水塔系統啊什麼 沙水系統 有有有有有 因為每個農作物的需求水的狀況不太一樣 欸雞 我覺得它最厲害就是這邊 來你看這個雞 有這個反應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它以為有吃的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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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品種的雞嗎 不知道你看 什麼藍雞是嗎 藍寶雞你喔 好 好